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有意思 虽然很多我没看 但我现在我发现都是处于叫二次传播的时代 关于G20 因为我现在都不看电视了 我没有一个直观的直接的印象 但是得到的全是朋友圈里的印象 所以我发现这二次传播产生的话题特别有意思 比方说 这王冲老师可以先聊聊 说在美国那边就引起争议了 说中美两国官员吵架了 什么奥巴马没给铺红地毯 还有说谁 赖斯吧 还是谁啊 我记不清是哪个官员 从飞机后门下来 结果被拦着 被中方保安拦着 怎么怎么着 发生了误会 这里面是发生了一些很多礼宾上的事 就是本来美国人说 我自己带梯子下来 他们空军一号的主门 后来不怎么说中国人准备吧 结果中门这边也没准备 就是一开始是沟通上有误 到后来 奥巴马就从一个空军一号的二号门 也就是说不是主门 没走大门 从小门下来了 就是刚制的那个楼梯就这么下来了 所以这个在美国就引起渲染大波 他们用了一个词叫SNUB S-N-U-B 什么意思 怠慢 中国故意怠慢奥巴马 这就是下把威啊 给我 对 川普 特朗普都说了 说奥巴马这是做的不对 如果是我的话 立马掉头回来 不开了 这也是美国一直在热潮的一个话题 但是你怎么看 这个第二个 就二号门实际是在应对紧急情况时候才用的 不是随意用的 就是到那个战乱地区 比如说去伊拉克 去叙利亚 有战乱危险才能备用 才在那下来 那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地方了 他不是咱们 这没有对接好 不是他选择 当然我看见奥巴马自个儿也出来说 就说美国媒体太夸张了 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带的带去的飞机啊 什么防弹车啊 也的确是太多了 是所有这个参赛 不是参赛国了 是所有参会国里最多的 就是一下我就想起那个伦敦伦县 那个好莱坞那个电影 确实是这美国总统怕给打击啊 出去之后就多少架直升飞机 什么空军一号还有个辈分 怎么着 确实是太多 说给人家所在国 的确接待上给人增加一些个麻烦 美国总统出行安保规格非常高 就是带的人也多 而中国这次G20又投入了相当大的安保力量 就是双方目的都是好的 都希望安全 但是在手段上策略上有不同 中国就觉得你记者离远点 你不管你是赖斯也好 是克里也好 你都不要插队 实际上中美官员的一个口角 就是因为赖斯想穿过媒体 就直接去到奥巴马总统里去 被中方给拦下来了 说你这不合规矩 你不能过来 甚至到最后要习澳会 要开始的时候 中美官员还就谁能进 谁不能进 还在争执呢 到最后中方有个官员说 别吵了 还有记者在吵了 实际上目的都是好的 咱就是为了它安全 也没有什么别的羞辱怠慢 根本没有 所以美国人一贯的有组织务纪律 你看他们那个党跟咱们的概念都不一样 他们那个党party 我后来才弄明白 耐玩纪律松散 是吧 他们的党就是只要有相同证件 就可以参加 不想参加了 扭头就走 对吧 在美国 美国就是三步走 填个表 说你同意加入吗 同意地址电话 留一下 甚至电话也可以不留 就是了 这样革命怎么能成功呢 就回到那个填表 总统选举 我前一段去驾驶执照 过七楼去换一个 填一个表 下面问 你参不参加今年大选 参加 你是什么党不填 然后就行了 就办驾照 他问你就填这么一个 你要填 你就入党了 所以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就是这个党啊 据说是谁啊 好像还是从日本人那翻译过来的 这个party 翻译成这个党这个字 但是你知道在清末民初的那个时候 就说引起过一些争议 因为在中国传统历史里啊 党是个贬义词 现在变成好词了 所以那个时候人们说 你翻译成党 就中国什么捧党之争啊 乱党啊 结党营私啊 这个党是个不好的词 但是呢 词的含义经常就会变化 你看变到今天就变成了一个 至少是中性的词 他们就讲 就是说很有意思 你像孙中山后来创立中华革命党 就说本来他们最早 也是说按照西方的这个party这个概念 弄成这种政见组合的这么一种党 但是后来呢 这个袁世凯啊 跟他闹起来了 是吧 他吸取教训 他觉得这样啊 革命不能成 所以孙中山发展这个中华革命党 当时据说好像黄兴啊 还是谁啊 跟他发生过矛盾 就是说必须树立对党的这个绝对组织 绝对忠诚 因为他就得抱成这个团 他才能够胜利 结果一直延绝到后来到这个国民党 他的这个组织架构啊 就都是按照这个 咱叫反正跟西方那个party啊 就越走越远了 还是有接近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走得越远了 这只是组织结构上 尤其是今天在组织结构上 越来越严密了 嗯嗯嗯 对 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咱们就是说 咱们就说还是G20的这个峰会 咱们可以看看美丽的杭州 因为咱们曹老师在杭州待过 四年 大学本科在杭州念的 中国美院 很遗憾 咱们的彭 彭女 彭怎么称呼啊 彭什么呀 这个习夫人 我不敢称呼 你说下声什么样 我吓坏了 彭丽媛那个 彭丽媛女士 彭丽媛女士 怎么了 她去了中国美院 哦 她去参观了中国美院 带着大家去了 我们还看到了高大上的艺术 和这个峰会的装饰艺术 两种 很有意思 哦 哎 你杭州那么如画的地方 哎 你那个时候肯定是笑话 那肯定不是 有没有谈过恋爱 没有 那太亏了 那太亏了 那个时候不许 还不准呢 对 那个年代 那你现在看看今天的这个G20峰会期间的这个杭州 漂亮啊 这张漂亮 哎 这张 这张 有点 虽然说浓装淡膜总相宜 但是有点太浓了 我不知道 他们就说这次啊 咱们这个准备的特别这个紧张吧 就是说杭州人都出去了 是不是 就是说这个城市从来没有那么样的空气 是 对吧 是 但是这还有人坐在躺椅这呢 啊 你看 你看这个杭州总是漂亮的 这个是 这是英国G20 有人示威啊 什么的 把人清出去 就是避免这种现象出现吧 哦 对对对 有点不和谐的声音 这不合乎咱们习惯 你说在中国举行G20峰会 他外国的抗议者也有敢跑到中国这抗议的 中国人万一有中国不识相的人 搅一下局呢 干脆就给他都清出去 一点不和谐的声音都没 其实这是一个咱们中国的传统 康熙南巡 我就想从G20就想到康熙南巡 那所有沿街的店铺全部关掉 然后 所有的人都驱离 然后让他们自己带的人 是农工商排在康熙南巡的队伍后面 排成组成四个形状 这个传统其实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或者更早一点 咱们记录不是特别多 但康熙南巡就记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G20我觉得啊 刚刚王冲老弟老师 说到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些小的插曲 其实我觉得这个G20 还不是一个国际会议 而是一个咱们国内 我现在在什么状态之下 有一点像康熙南巡那种状态 刚刚清朝初年 不能跟皇帝 怎么能跟我们先进的党相比呢 那个清朝初年 康熙走向盛世 在这个盛世 他要制定一些新的规矩 他不是说跟党相比 而是这种新的规矩 他要靠文化 靠一种形式来体现 咱们可以看看曹老师带来的 康熙南巡的这个图片 这个是康熙南巡的图片 但是不能显示整个 这很长了 整个有12卷 每一卷有20多米长 这个大概是第11 还是这是第11卷 第11卷好像应该在加拿大 阿伯特大学的收藏 那么其实就是说明当时的盛世 我指的康熙南巡 跟咱们现在G20有相关的地方 就是康熙正在走向盛世 他要显示他自己的一种能力 国力的强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能不能控制整个局面 把街道沿路的水路 一切都按照我的意图来做到 我觉得他是一种姿态 是一种 我明白了 另外一方面理解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杭州缺乏办这么大规模会议的经验 怎么说 他没办过这么大的会议 其实我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跟杭州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 都有接触私下聊 他们非常紧张 总成庞大的团队 每天开会 开会到深夜研究这个问题 他们特别紧张 特别紧张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把所有的有可能造成 不安全不安定的因素 都统统排除掉 他是力求完美 但实际上这种会议 完美才是最大的遗憾 你得出点小问题 有点小问题 比如说哪儿 街道上有个人 或者奥巴马到哪里 跟一个远方来杭州旅游的中国农民聊聊天 这样的意外才让他显得完美 你查查青石路 康熙南巡 给各地造成的那种紧张 和杭州领导同志们 那种心态是一模一样的 很有可比性 所以我就用康熙南巡 我就看到这个 就想到的 不是一个国际峰会 而是一个国家走到 国力强到这种程度 我需要做什么的时候 下面都怕出乱着 但是都有一定的财力 能够做成 保证他万无一失 这个就是 我觉得大家不要误解 这个曹老师的这个原意 他绝不是拿这个康熙 跟现在的这个什么领导来比赋 他说的更重要的是 康乾盛世 在那个时候 他的这么一个举动 实际上他有这个体现国家实力的 这样的一种意愿 从我们看到的这些 跟奥运会是一个道理吗 奥运会还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不一样 奥运会它毕竟还是一个体育方面的社会 只是说明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财力 以及体育的实力 到了一定的水平 而G20在中国举办 其实全世界对中国是充满期待的 就是现在世界经济是有病的 就是他希望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作为一个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希望中国能开出药方来 希望通中国 因为中国既能跟发展中国家打交道 又能跟发达国家打交道 希望通过中国把G20 从一个清潭管 变成一个具有对经济有实际刺激作用 这么一个机构 甚至有人提出来 说G20以后别轮流办了 就在中国吧 就放在杭州吧 我就一听这个杭州市民 肯定心情非常复杂 我以为非常高兴 还是非常不高兴 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太好了 每五天可以领一万人民币 太好了 真的 我看到的 有些好事 我先请加入杭州户口 好像是网上这么传 我也没有确认过 这个不去谈谈 我是觉得这个G20在杭州开 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就是杭州是一个中国典型的南方城市 它带有很多中国特色 这个特色其实是咱们现在国家 在文化上要找的一个语言 你没看到整个G20没出现太阳的 除了天鹅湖 又是在水里跳的 也没有特别西方当代 甚至中国出现出现的中国艺术作品 都没有仿西方当代的任何语言 宁可老师保守 都没有去模仿别人的语言 这次很有意思 这是现在咱们提的这个文化自信 是不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你讲到这个文化符号 我这次在朋友圈 我也发现他们都在转一张画 就这个我也挺有感触 就是你可以看看 就是说这个领导人会谈 你看背后的这个画 这勉强也可以叫做国画 是吧 我其实在各地 很多这种迎宾馆里边 经常见到背景这个画 说实在的 你看曹刘老师你是研究艺术史的 据说这个画是一个姓金的画家画的 你再看下一张画的是牡丹 曹老师你为什么带这张画 我就是想比一下 这位金画家的画 其实带有普遍的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这个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单位 我认识的一个司机 他发了一张他们单位的一个工作人员 业余画的 达到了迎宾馆的水平 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用这张画去说明 其实中国有没有所谓的流行艺术 我们总说流行艺术是什么 这个实际是真正的流行艺术 家喻户晓 人人都会来两笔 太流行了 对 而且牡丹 我觉得这次选择牡丹 他画的好坏 我不做评价 选择做 选择牡丹 作为题材 我觉得选择的非常好 因为牡丹它是花王 它是富贵之花 但是您不做评价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 这是宋代的一张牡丹画 嗯 这个 这个宋代的呢 还不一样 宋代 如果你把这张宋代的放大 就显然没有当代的气息 嗯 是不是啊 如果你要做一张当代的工笔画 你往哪个方向走 我琢磨了很久 往哪个方向走 很难琢磨 最后我觉得 我不管它是谁做的决定 这件作品最后出现 它带有一种非常通俗 非常低调 如果我们画一张高大上金碧辉煌的牡丹 虽然好看 对某些人来说 但它不是 有人就会批评 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呢 这张画值多少钱呢 这就 可是拿一张最最最最平民的一张画 大家说是地摊或什么 总是有人会批评的 但是我觉得它代表了一种 代表了一种 非常 非常 简朴的 我往好处想了 非常简朴的 还是非常山寨 还是非常乡村的 我就往不太好的地方想一想 是是是 对 不太好的地方就是 它是简朴这个画 比较简朴 简朴不一定便宜 我无法说它到底花多少钱 对 我跟你 你讲 康熙 我就讲道光 咱们都都都返回大清吧 道光时候 就是道光通过某种渠道 通回大臣了解到 说 我吃的鸡蛋 四两银子一个 弄得我都舍不得吃鸡蛋 但是有大臣告诉我了 一两银子能买十个 说你们这个那个内务府 这个这个管 管食堂的管后勤的怎么搞的 结果 那个管后勤的太监就告诉皇上 行 那你找人买那个一两银子十个鸡蛋的 给道光报告的大臣 那行 我去买 结果是什么 他就在北京 甚至跑到天津去了 就没买到鸡蛋 因为有关人员都打招呼了 你是买不到的 所以道光皇上 尽管一生简朴 但是他用的东西都是十分昂贵的 所以简朴不一定是便宜 对 我不去做这个价格上的分析 我是想选择这个牡丹 我琢磨了很久 为什么选择这个牡丹 从唐到宋 牡丹一直是作为朝廷当中富贵 高贵的象征 而且 就是国花 就是牡丹吧 我们没有国花 但是我们传统这种迎宾 或者是山水花 或者迎客松 那样是居多 就是你从 我不是艺术专家 就是从艺术上来说 放个牡丹在那 我觉得牡丹有点庸俗 还没有轻松那么高雅高 其实我们都想的太多了 也可能当时设计这个会场的人 或者设计这块地方的人 只是来不及了 随便找了这么一张画 但是它造成的国际影响实在太大 是吗 那当然了 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说 每一个图像 它就能够折射一个社会 我所以从这个图像去分析 咱们现在这个社会 牡丹还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因为它带有一个国家的象征 中国传统的象征 而且这又是流行的象征 又是人人提起笔来 不能说人人吧 学过话的人提起笔来 来一个牡丹 这是太常见了 先从牡丹 梅兰竹菊 这一些学期 它是非常非常通俗的 只是放在这儿 我们看惯了这种会议 一定要挂一个高大上 一定要挂一个 我没见过的富丽堂皇的 突然大家都傻了 为什么挂这个 我发现曹老师 这个角度挺有意思 他真是研究当代艺术 他居然把这个画 当成某种中国的波普 波普艺术 流行艺术 我看到的是 通俗艺术 通俗艺术 我看到的是比较保守的看法 就是说一些文博界的人 发朋友圈 他们呢 所以这就提到一个 文化自信呢 其实也应该以文化反思为前提 我觉得很多人都看到这幅画 其实我猜想 他大概各地迎宾馆呢 都摆这么一些画 他大概也就是很自然 没有特意的要这么弄 但是出现在了这个国际镜头里 但是我就发现艺术的研究者们呢 很多人就在感慨 就是说 想到南宋 就是杭州啊 是南宋的这个都城 然后呢 就是南宋画院 我们知道宋朝啊 是最重视绘画的一个朝代 就国家画院嘛 从宋徽宗 然后在南宋 他们纷纷拿出了这个南宋的时候 画的牡丹 是 就比起来啊 那当然咱从一般的 咱们这个凡人的肉眼上看起来 没有曹老师这种理解 那就是一个雅一个俗啊 那就是 咱们这有一个功能问题 南宋那些画是宫廷的装饰 如果说咱们的中南海 或者是习主席的官邸了 办公室了 挂一个牡丹 挂成这样的 那我们就要想 它是不是亲民呢 还是怎么回事 可是这是这么一个会议 它是一个临时功能性的 功能完了之后 这张画就不存在 就不在这挂了 这个环境就整个变了 有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的 人力财力去做一张 存世的经典牡丹 它还是就是一张道具 这个有时候啊 曹老师您讲的这个 我觉得真是跟你们 艺术史的一些课题啊 密切相关 其实挂在各地政府 迎宾馆里的这个画 本身是不是有某种 艺术的这个话语权 你比方说 中国的这个书画 有一种理论是直追宋元 对吧 你看看宋朝的这个 那个时候的中国画 但是到今天呢 尤其是新中国 很多时候有些画家的风格 成了时尚 但是对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就有争议 比方说有些认为啊 应该接续中国艺术传统的那些人 就会觉得今天呢 恶俗不堪 尤其是这个 那比如说政府的迎宾馆里 这等于某种官方认证 所以你看艺术 要不说我现在明白 艺术跟权力特别有关系 你说的太对了 这个官方迎宾馆 官方的这个大办公室 尤其是到了一定位置的官员 前一些年啊 我不说这几年 有些画家特别有名 特别有钱 但是他在艺术界没有名 我就揭示过一两个这样的画家 因为他问我 问过我 这张画上 我的风水是怎么布局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官员 他的生成八字是什么 这个上面我觉得还应该加什么 你帮我出出主意 我们在那推算了半天 这儿缺块水 他就回到了原来的这种 这种封建 风水和生成八字 相符合的一种 这咱们在这宣传什么了 就挂在背后 跟他的气场 跟他的运气 或者怎么转运 对 这就是典型的叫什么 叫权力干预艺术 包括不光是绘画 甚至我们一些建筑 那设计师设计的很好的 比如领导一句话 这里再高一点 那就高了几层 那就不是说设计师想要的那个东西了 这事不是从今天开始 从咱们都说清朝 从乾隆时候 乾隆一生写了一万多首诗 他特别的一个爱好 就是在画上 在那种名画古画上 写点字 对 盖个章 把很多很好东西被他给毁了 他还自得其了 他们的时候就开始了 所以他们说乾隆是那个弹幕的鼻祖 对 把他画全是密密麻麻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这也很失职 这个闭幕室 这个张艺谋的晚会也没看 也只能是二轮传播 看看照片 这个闭幕室 你看 芭蕾 这个我真不知道 就反应怎么样 这个你再往下看 张艺谋的这个这个晚会 有人称为半壶洗脚水 什么 半壶洗脚水 半壶 这个是西湖的一半 半壶洗脚水 您怎么看 我看网上 中国的媒体上 我在关注 说是 张艺谋这个晚会 把外国人都给美酷了 我一看这个确实很漂亮 但实际上 我又查了查 关于一些媒体 包括G20期间 我看外国的媒体 其实没怎么 没怎么太关注G20 就说G20 在美国 想上头条 那是不可能的 美国媒体铺天盖地 全是特朗普 希拉里 我看也就是CNN的国际版 某天 来了有关中国的一个头条 还不是G20 是大熊猫 说大熊猫不再是病危动物了 这个他们关注 G20期间有几个国际媒体关注的 就是中美官员吵架 这个他们关注 奥巴马没有红地毯 这个他们关注 就说G20 谈成什么成果 中美35项协议 我看了看 我每天都在看 《华盛顿》邮报 它的电子版 没有 就是前半部分 没有任何跟这有关的 这我觉得是一个正面消息 如果咱们G20的表演 是非常让他们难受的话 他一定会有报道 很好 他可能不报道 没有负面的报道 就等于说 他还是基本认可 我记得 红色娘子军芭蕾舞 到美国演出的时候 所有的报纸就登了 吴琼华一张非常难看的 脸的特写 说这哪里是芭蕾舞 这是面目猙獰 一个女的脸 这种表现 手里还举着一把盒子枪 他从反面看 就觉得芭蕾舞是我的东西 你学了 你没学我的 我觉得媒体的本能欲望 就是洋恶不洋善 恶才吸引注意 对吧 挑出点刺来 这就有话题 比如说在那晚会上 把美国的 有假论美国国旗的话 给他弄错了 对 那就可以上头条了 这家伙的高兴了 对对 你说这个媒体 这个他挑事的 是这么一种东西 媒体在西方出现的时候 其实他不是唱赞歌的一个 投手 而是监督社会 揭示社会问题的 所以叫无冕之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